神话2开拍,90后演员彭小冉任主角,68岁成龙尚能犯否? 作为目前在世界影坛最出名的演员,观众对成龙的认可度一直很高,大部分人对他的情愫颇为复杂。 一方面期待他多拍动作片,多留下几个经典角色,同时又担心他68岁的年纪打不动了。 人就是这么奇怪的动物,想得到又害怕失去。 成龙想要市场的认可和票房,这些年一直没停下拍戏的脚步,已经足足有21部带播作品。 他也害怕失去观众,每一次都努力想做得很好,但最近一部大力宣传的片集先锋不算很成功。 今年神话2被爆开拍,从一些公开信息基本可以确定这部将命名为传说,故事的核心依然是,我穿越千年,只为再救你一次。 相比于剧情和演员阵容,观众更想看的是成龙连坡老矣,尚能犯否。 2005年的神话是他最成功的电影尝试,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蒙逸将军。 恰恰也是这部戏中,惊喜善处于颜值巅峰期,成就了神话电影,和经典的歌曲美丽的神话。 有传言称,古丽纳扎将成为传说女医,因为有在新疆取景,而她是新疆美人,看起来刚刚好。 但问题是古丽纳扎演技存在争议,可能会拖后腿。 另外一个版本则传彭小冉将成为女主,她的名气比古丽纳扎小很多。 不过曾经靠东宫名造一时,演技和颜值都扛住了。 如果能与成龙合作,绝对是演艺生涯的光辉时刻之一,有很大帮助。 成龙是男一号,倒是不用担心,很多人认为应该不至于与女主塑造的角色有什么感情纠葛,毕竟两个人差了整整三十多岁。 但是剧情简介显示是将军与公主的爱情故事,让人担心会重演神话故事,看到成龙大哥一把年纪还和小姑娘谈情说爱,画面难以想象。 传说基本可以看作是成龙对动作戏最后的挣扎,对电影和年龄的执念,让他始终觉得自己还能打得动。 出于对成龙和神话的情怀,相信很多人会选择进入影院看传说。